英國十六號有十萬名的護理師 展開一百零六年來首次的大罷工 以爭取更好的薪資待遇 儘管已經事先警告 護理師舉行為期一天的罷工行動 就可能讓病患受到威脅 英國護理師仍決定 為自己的權益發聲 他們要求加薪百分之十九 一位參與罷工的護理師表示 護理工作正處於危機時刻 英國最大護理師公會 皇家護理學院RCN 在英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 約十萬名成員 當天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罷工 不過提供維持生命 與急診護理仍持續運作 但一些常規手術 以及其他安排好的治療 均已中斷 格洛斯特郡的 輕傷與疾病 兩個診療部門已經關閉 此前英國政府提出薪資協議 但不被接受 當局表示RCN的要求負擔不起 英國在十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飆升至四十一年來 最高的百分之十一點一 十一位微幅下降至百分之十點七 RCN希望加薪幅度能高於通貨膨脹率 當護理師有穩定生活基礎 也進而讓醫療體系在化療 透析重症加護病房以及新生兒 照顧等領域獲得保護 目前已知有越來越多的護理師 使用食物銀行管道維持生活 然而目前還有五萬個護理師職權 有專業背景的人可能轉往零售業 或從事收入更高的工作 RCN認為當局應該做些事情 保住專業 英國政府對這波罷工表示遺憾 願意就更廣泛問題進行談判 但在這波高幅度的薪資協議上 數難從命 下一波罷工將會在二十號舉行 公視新聞黃雲